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民国111年1月28日修正 第一条 本细则依文化资产保存法以下简称本法第112条规定定之 第二条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幕 第二幕及第三幕锁定古迹 历史建筑及纪念建筑 包括祠堂、寺庙、教堂、宅地、官邸、商店 城锅、官赛、雅鼠、机关、办公厅社、银行 集会堂、市场、车站、书院、学校、博物馆、戏剧院、医院、碑节、台方、墓葬 滴闸、灯塔、桥梁、产业及其他设施 第三条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四幕锁定聚落建筑群 包括历史脉络与纹理完整 景观风貌协调 具有历史风貌 地域特色或产业特色之建造物及附属设施群或街区 如原住民族部落和西十七街区汉人街、清末洋人 居留的日志十七移民村、眷村近代宿舍群及产业社 是等第四条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幕所称遗物 指下列各款之一 一、文化遗物 指各类石器、陶器、骨器、背器、木器或金属器等过去人类制造 使用之器物 二、自然及生态遗留 指动物、植物、岩石、土壤或古生物化石等与过去人类所生存生态环境有关之遗物 三、人类体制遗留、指墓葬或其他系落关系下至人类遗骸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幕所称遗迹 指过去人类各种活动所构筑或产生之非移动性结构或痕迹 第五条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六幕所定时机 包括以遗构或史料佐证 曾发生历史上重要事件之场所或场域 如古战场、拓肯、职场所、灾难场所等 第六条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七幕所定文化景观 包括人类长时间利用自然资源而在地表上形成可见整体性地景或设施 如神话传说之场域、历史文化路径、宗教景观、历史明园、农林榆木景观、工业地景、交通地景、 水利设施、军事设施及其他场域 第七条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八幕所称艺术作品 指应用各类媒材技法创作具省稀价值之作品 包括书法、绘画、织绣、影像创作之平面艺术及雕塑、工艺美术、复合媒材创作等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八幕所称生活及仪礼器物 指以各类材质制作能反映生活方式 宗教信仰、政经、社会或科学之器物 包括生活、信仰、仪礼、娱乐、教育、交通、产业、军事及公共事物之用品、器具、工具、机械、仪器或设备等 本法第三条第一款第八幕所称图书文献及影音资料 指以各类媒材记录或传播讯息、事件、知识或思想等之载体 包括图书、报刊、公文书、契约、票证、手稿、图绘、经典等 以轨、传统知识、技艺、艺能之传本、古代文字及各族群语言记录 卑节、匾额、旗帜、硬性等具史料价值之文物 照片、底片、胶卷、唱片等影音资料 第八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款所称无形文化资产 指各族群、社群或地方上世代相传 与历史、环境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之知识、技术与其文化表现形式 以及其实践上必要之物件、工具与文化空间 第九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一幕锁定传统表演艺术 包括以人声、肢体、乐器、细游等为主要媒介 具有艺术价值之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如音乐、歌谣、舞蹈、戏曲、说唱、杂技等 第十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二幕锁定传统工艺 包括装饱、象征、生活实用或其他以手工制作为主制传统技艺 如编织、染作、似绣、制陶、摇曳、卓裕、木作、修漆、剪粘、雕塑、彩绘、表备、造纸、磨踏、作笔制末及金弓等 第十一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幕锁定口述传统 包括各族群或地方用意传递知识 价值观、起源迁徙叙事、历史、规范等 并形成集体记忆之传统媒介 如史诗、神话传说、济歌济词俗艳等第十二条本法 第三条第二款第四幕锁定民俗包括各族群或地方字 发而共同参与 有助形塑社会关系与认同之各类社会实践 如十一助行娱乐等风俗 以及与生命礼俗、岁时、信仰等有关之仪式 祭典及节庆 第十三条 本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五幕锁定传统知识与实践 包括各族群或社群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中 所发展、共享并传承、形成文化系统之宇宙观、生态知识、身体知识等 及其技术与实践如鱼猎、农林牧、航海、立法及相关祭祀等 第十四条 主管机关依本法第六条组成文化资产审议会 以下简称审议会 因依本法第三条锁定文化资产类别 分别审议各类文化资产之指定、登录、废纸等重大事项 主管机关交文化资产指定、登录或文化资产保存技术及保存者登录 认定之个案交付审议会审议前 应依据文化资产类别、特性组成专案小组 就文化资产之历史、艺术、科学、自然等价值进行评估 并依评估结果作成报告 内容应包括专案小组成员 各案基本资料说明 相关会议记录、文化资产价值评估内容及评估结果等 文化资产属古基、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建筑群、考古遗址 史基、文化景观、自然地景及自然纪念物类别者 前项评估应包括未来保存管理维护、指定登录范围之影响 第十四到一条 为实施文化资产保存教育 各级主管机关依本法第十二条 协调各级教育主管机关督导各级学校办理事项如下 一、培育各级文化资产教育师资 二、奖励及发展文化资产教育课程、教案设计及教材编定 三、结合户外体验教学及多元学习课程与活动 四、其他与文化资产保存相关之教育 第十五条 本法第十四条第一项 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第六十条第一项 第六十五条第二项 第七十九条第一项 第八十九条第一项 及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锁定主管机关普查或接受个人 团体提报据文化资产价值或据保护需要之文化 资产保存技术及其保存者主管机关因依法定程序审查 其审查规定如下 一、邀请文化资产相关专家学者或相关类别之审议会委员 办理现场勘查或访查 并会整意见 做成现场勘查或访查结果记录 二、依钱款现场勘查或访查结果 召开审查会议 做成是否列册追踪之决定 个人或团体提报前项具文化资产价值或具保护需要之文化资产保存技术及其保存者 应以书面载明真实姓名 联络方式提报对象之内容及范围 其属本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锁定据股物价值者 并转用本系则第三十条第二项及第三项规定 第一项第一款现场勘查 主管机关应通知提报之个人或团体 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现场勘查通知书应于现场勘查前7日即发 第一项第二款决定 主管机关应以书面通知提报之个人或团体及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列册追踪属工有建造物及附属设施群者 应公布于主管机关网站 经第一项审查决定列册追踪者 主管机关应订定列册追踪计划 定期仿市 县主管机关从事第一项普查时 相站 施工所应于其全限范围内予以协助 本法第十四条第一项 第四十三条第一项 第六十条第一项 第六十五条第二项 第七十九条第一项 第八十九条第一项及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锁定主管机关定期普查 应每八年至少办理一次 第十六条 本法第十四条第二项 及第六十条第二项 锁定主管机关应于六个月内办理审议 细致主管机关就个人或团体提报决定列册追踪者 应于六个月内提送审议会办理审议 并做成下列决议之一 一、持续列册 并得采取其他适当列册追踪之措施 二、进入指定或登陆审查程序 三、解除列册 第十七条 本法第十五条锁定 兴建完均于五十年之工有建造物及附属设施群 或工有土地上锁定这支建造物及附属设施群以下并衬建造物 处分前应进行文化资产价值评估 其评估程序如下 一、建造物之所有或管理机关够于处分前应通知所在地主管机关 三、进行评估作业 二、主管机关于进行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时应有请文化资产相关专家学者或相关类别之审议会委员办理现场勘查并汇整意见 二、做成现场勘查结果记录 三、主管机关应依前款现场勘查结果 做成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 内容应包括个案基本资料说明 相关会议记录 文化资产价值评估内容及评估结果等 并依该报告之建议决定是否启动文化资产列策追踪 指定登录审查程序或为其他事宜之列管措施 本法第十五条所称处分 执法律上权力变动或事实上对建造物加以增建 改建、修建或拆除 文化资产价值评估结果应公布于主管机关网站 主管机关于办理第一项文化资产价值评估程序 得救个案实际情况评估 并同本法第十四条 第六十条锁定程序办理 第十八条 本法第二十条第一项锁定审议程序之起始时间 以主管机关办理现场勘查通知书发文之日起算 主管机关于发文时应即将通知书 即以为暂定古迹之事时皆是于勘查现场 主管机关应于前项发文日 将本法第二十条第一项暂定古迹 其定着土地范围 暂定古迹期限及其他相关事项 以书面通知所有人、实用人、管理人及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依本法第二十条第三项延长暂定古迹审议期间者 应于期间建满前准用前项规定办理 本法第二十条第一项锁定暂定古迹于同条第三项锁定期间内 经主管机关审议位居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或聚落建筑群价值者 主管机关应以书面通知所有人、实用人、管理人及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并自主管机关书面通知之发文日起 使其暂定古迹之效力 第十九条 公有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及聚落建筑群之管理维护 依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办理时 应考量其类别、现况、管理维护之目标及需求 前项办理应以书面为之 并定定管理维护事项之办理期间 报主管机关备查 第二十条 主管机关依本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补助经费时 应斟酌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及聚落建筑群之管理维护 修复及在利用情形 将下列事项以书面列为付款或约款 一、补助经费之运用用与补助用途相符 二、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应配合调查研究 工程进行等事宜 三、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于工程完工后应维持修复后原貌 妥善管理维护 四、古迹、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及聚落建筑群所有权已转时 契约应载明受让人应遵守本条规定 五、违反前四款规定者 主管机关得要求改善 并是情节轻重、撤销货费至其补助 并命其返还以发给支补助金额 第二十一条 本法第三十二条 第五十五条及第七十五条 锁定私有古迹 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及其锁定着土地 考古已指定着土地 国宝及重要古物所有权已转之通知 应由其所有人为之 第二十二条 本法第三十四条 第一项锁定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之范围 主管机关得救各古迹、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及聚落建筑群四周之地级 揭阔、文理等条件认定之 前项范围至少应包括古迹、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及聚落建筑群定着土地临街 隔道路临街之建筑基地 第二十三条 本法第三十八条锁定古迹定着土地之周边 以古迹定着土地所在揭阔及格都市计划道路之相邻揭阔为范围 前项范围 主管机关得救揭阔形态、地级现况、环境景观或所在地都市计划相关规定 进行必要之调整 第一项锁成揭阔 指以都市计划道路境界线及永久性空地为城之土地 第二十四条 本法第四十条锁定保存及再发展计划 其内容如下 以基础调查及现况地形地贸制测绘 二、土地使用相关法令延期及管制建议 三、登陆范围保存价值延期 四、保存及再发展原则延拟 五、制定建筑形式及景观维护方针 六、一本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延拟影响聚落建筑群之相关营建工程或开发行为 及其影响范围 七、日常管理维护准则 八、其他涉及保存及再发展事项 前项保存及再发展计划制定定或变更 如于现况却有至爱难行或对整体风貌 环境景观 文化资产保存价值产生不利影响时 主管机关应并同工厅会意见送审议会审议 经审议通过后送该地区建筑管理机关协助管理 保存即在发展计划内容 主管机关应是该区域实际发展情形或相关法令管制变革定期检讨 第二十五条 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第二款所称宅地之形成 只变更土地现况为建筑用地 第二十六条 本法第四十九条及第六十三条锁定保存计划 其内容如下 一基础调查 二法令研究 三体制建构 四管理维护 五地区发展及经营相关图面等项目 前项保存计划应一本法第四十八条及第六十二条锁定之口股 以指监管保护计划及时机文化景观保存维护计划至内容办理 第二十七条 主管机关一本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就发建之疑似考古以指进行调查 应邀请考古学者专家 学术或专业机构进行会刊或专案研究评估 经审议会参着前项调查报告完成审议后 主管机关得采取或决定下列措施 一、停止工程进行 二、变更施工方式或工程配置 三、进行抢救发掘 四、施工监看 五、其他必要措施 主管机关依前项采取抢救发掘措施时 应提出发掘之必要性评估 并送审议会审议 第二十七到一条 主管机关办理第十五条第一项第二款 及前条第一项之审查会议及会刊 应作成记录 前项记录应载明审查或会刊之标的 出列席人员 各出列席人员之论述或意见 结论及理由 以及其他相关事项 第二十八条 本法第六十二条 第一项史基 文化景观之保存及管理原则 主管机关应于史基 文化景观登陆公告日起一年内完成 必要时得展颜一年 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史基 文化景观保存维护计划应于史基 文化景观登陆公告日起三年内完成 至少每五年应检讨一次 前项定定之时机 文化景观保存维护计划 其内容如下 以基本资料建等 二日常维护管理 三相关图面绘制 四其他相关事项 第二十九条 中央政府机关与附属机关 够国立学校 国营事业及国立文物保管机关 够以下并称保管机关 够一本法第六十六条规定 办理文物暂行分级时 应依古物分级指定及废纸审查办法锁定基准 先于审定暂行分级为国保 重要古物 一般古物 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前项备查 应检据暂行分级古物清单 载明名称 数量 年代 材质 图片及暂行分级之级别 但年代不明者得免于载明 国立文物保管机关够 依第一项规定暂行分级为一般古物者 得以该保管机关够之藏品登录资料 作为前项备查清单 第一项暂行分级为国保及重要古物者 保管机关够应令检据下列列册资料 报中央主管机关依本法第68条规定审查 一、文物之名称 编号、分类及数量 二、综合描述文物之年代 作者、尺寸、材质、技法与其他综合描述及文物来源或出处文物图片 三、暂行分级为国保或重要古物之理由 分级基准及其相关研究资料 四、保存状况、管理维护规划及其他相关事项 第一项暂行分级为一般古物者 中央主管机关得将备查资料 送保管机关够所在地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 各该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得依本法第65条第二项及第三项规定办理 保管机关够未办理第一项审定 得自行或委托相关研究机构 专业法人或团体 邀请学者专家组成小组为之 第三十条 本法第67条锁定私有文物之审查指定 得由其所有人向户籍所在地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申请之 前项申请文件应包括下列事项 一、文物之名称、编号、分类、数量 二、文物之年代 作者、尺寸、材质、技法等综合描述及图片 三、文物至文化资产价值说明 申请指定之理由及指定基准 四、文物所有权属、来源说明及相关证明 五、文物现况、保存环境及其他相关事项 前项申请案件、设有建架 产权不清或在司法诉讼中者 主管机关得不予受理 第三十一条 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之管理维护者 一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三项 拟定之管理维护计划 其内容如下 以基本资料 以指定之目的 依据 二、管理维护者 应标明其身份为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如有数人者 应协调一人代表拟定管理维护计划 并应序明个别管理维护者之分工及管理项目 三、分布范围图 面积及位置图 地质公园如采分区规划者 应含分区图 四、土地使用管制 五、其他指设法规及计划 二、目标 计划之目标七成 三、地区环境特质集资 原现况 以资原现况 含自然纪念物分布数量或族群数量及趋势分析 二、自然环境 三、人文环境 四、威胁压力 定期评量及因应策略 四、维护及管制 一、管制事项 二、管理维护事项 三、监测及调查研究规划 四、需求经费 五、委托管理维护之规划 六、其他相关事项 前项第一款第三目范围图之比例尺 其面积在一千公顷以下者 不得小于五千分之一 面积于一千公顷者 不得小于二万五千分之一 以能明确展示境界线为主 未知图以能展示全区坐落之行政辖区 及相关地理区位为主 第一项之管理维护计划 至少每十年应检讨一次 第三十二条 自然纪念物除一本法第85条弹书核转之研究 陈列或国际交换外 一律禁止出口 前项禁止出口项目 包括自然纪念物标本或其他任何取材于自然纪念物之产制品 第三十三条 原住民族及研究机构 一本法第85条弹书规定 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者 应检据下列资料 一 利用知自然纪念物 周名及学名 数量 方法 地区 时间 及目的 二 执行人员名册及身份证明文件 证 反面影本 三 原住民族公文传统祭典需要或研究机构公文研究 陈列或国际交换需要之承诺书 四 其他主管机关指定之资料 前项申请经核准后 其执行人员应携带核准文件及可供识别身份之证件 已被查验 第一项之研究机构应于完成研究 陈列或国际交换目的后一年内 将该自然纪念物之后续处理及利用成果 做成书面资料送主管机关被查 第34条 本法第92条锁定保存维护计划 应一登录个案需求为之 其内容如下 以基本资料件等 2. 调查与记录制作 3. 传习或传承活动 4. 教育与推广活动 5. 保护与活化措施 6. 定期追踪记录 7. 其他相关事项 第35条 本法第95条第二项锁定必须加以保护需要之传统技术 为在族群内或地方上自吸传承迄今用以保存与修复各类文化资产所不可或缺之技能 知识及方法包括所需工具或用品之修复、修理、制造等及其所需材料之生产或制造 第36条 本戏则自发布日诗行 1. 保护地处 1. 舌喜 12. 舌喜